欢迎两位 这是你的前男友是吧 对 分手有多久 分手快有一年的时间了 今儿来干嘛 我其实挺想和大家和好的 和好啊 对 现在还没有女朋友 怎么说呢就是 我一直没有办法 开始新的生活吧 就是因为她总是感觉 像纠缠着我一样 因为我们俩在一个机构上班 我们领导在群里 发一些消息 有时候我看不见 她就会代替我 说是小李收到 小刘收到 就给我造成很多的困扰 就我一直想像领导说 我再调一个岗位 或者是怎么样 去做一个招生 或者就其他的 但是吧 一直也没有这样的机会 然后还有就是 她经常就是拿我们俩 之前的照片 在朋友圈发 还是在对外说一个 我们俩还是在一个 感情很好的一个状态 还在说我们俩没分手 然后我所有的同事 朋友 都过来问我说 你不是说你分手 但你的女朋友 怎么还在这样弄 所以就弄得我 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 你们俩谈了几年恋爱 我们俩谈了三年多 是大学同学吗 对 大学期间认识的 然后谁提的分手 是我提的分手 分手的原因是什么 就很多原因 就我总觉得她在掌控我 就我的生活方方面面 我的工作 我的朋友 家人 我觉得她都想插手 你能举例子吗 可以就是 有一次我下班回家 我很累了 然后我就拿了一杯水 然后我就躺到了沙发上 喝完水之后 我就随手把水杯放到地上 然后我也没管 然后她看到之后 就和我就吵了起来 她就觉得 我把水杯放地上 吵了吵她就直接 把水杯就给砸了 然后我觉得她很无法 不可理喻 可是你要这样说的话 就显得我很疯狂 但是当时确实是 你也不想一想 水杯为什么非要放到地上呢 茶几就摆在她旁边 她明明可以伸个手 起个身就能做到的事情 她偏偏非要放到地上 我就说你把它拿起来嘛 然后她就是说她不想 我就觉得没有必要这样呀 我没有说我不想 我只是说我喝了水 我很累 我休息一会儿 我起来再接一杯水 我还可以去喝 我喝完之后 我再放茶几上 而且我又不是每一次都这样 我只有那一次那种情况下 我很累的情况下 我那要放了一次 我相信肯定不会因为 一个茶杯而分手嘛 还有其他的事对吧 对 还有其他的事情 就在生活中 还有这样的事情 有一次我们家里头厕所 我们俩在一起生活过一段时间 就厕所的灯坏了 然后她大晚上说 你修一下这个灯吧 但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呀 客厅的灯也是可以足够 让这个厕所正常使用的 然后她又是不高兴 她又是用她那种 一贯的那种做法和作风 她说行 我不用 你也不用 直接把家里的电闸也给拉 她说那都不要用 但是你不想想 当时坏的灯是哪个灯 坏的灯是厕所的灯 七八点钟 明明可以修的呀 咱们 你想我晚上我得要洗树吧 还要洗澡 然后我是不是女孩子 要比男孩子 在厕所待的时间 要更长一点 我是不是洗完树里以后 我还要护肤一下什么的 下个楼的时间 超市里面就有灯泡 很轻松的一件事情 非要搞得这么纠结 我就觉得 你为什么什么事情都要和我 就是感觉跟我说什么 你就不愿意做什么 但我是觉得那天 外头也在下雨 我就心想下雨嘛 那就不去了 就凑合一下 你拿手机或什么 就短 打个伞就能做到的事情 那我好奇地问你去 打个伞就能做到的事情 为什么你不去 因为就是我觉得 男孩子要相对地 照顾女孩子要多一点 其实不是 偶尔女孩子照顾一下 男孩也可以嘛 对 但是我在平常生活中 对啊 我也有在很多地方 都有照顾到他 OK 发现女孩 还挺较真儿 对每一件事 她挺较真儿 还有什么呀 我觉得总是她有她的理由 就我觉得 在生活中她这样 我忍了 在工作中 在单位中 就有一次我们领导 紧急给我打个电话说 紧急要开个会 我心想简单地 随便穿一身衣服 就赶紧去开会 因为时间很紧张 那肯定是时间放第一位 穿什么就放第二位 当我正走到家门口 她一看见 好了 不开心了 说你这个穿得不行 没有按照她的要求 没有按照她平时 对我这个服装的这个要求 她说你不能出门 就一直堵在门口 不是说对你的服装的要求 我只是觉得 我们现在已经步入工作岗位了 你为人师表 而且还是去开会 大家都穿着西装 很正式的一个场合 为什么你总是 还像学生一样 穿那么地简单休闲 就是 而且我们在一个单位 对你的脸面也是我的脸面 我觉得你应该 要考虑得周全一点 而且你在门口 跟我周旋盘旋那么多时间 你都已经够换一件衣服了 还偏偏还非要 就是跟我在那里 拗那么那么股劲 何苦呢 为啥就是你至始至终 你都觉得是 你觉得怎么样穿 怎么样是最合适的 我自己也成年人 我也对这件事情 有一个最基本的判断吧 而且我说了 这个是时间很紧急 所以迟到了是吧 对 最后迟到了 然后让领导批评里头 在一个单位确实挺麻烦 对 我觉得 就是他在门口 跟我周旋盘滑 就是纠结的时间 他都已经快速地 可以换好多片 你随他去就好了 你也真是管得多 你又不是他领导 对 在单位里管你吗 管啊 一样在单位里管 就是我 去给他们班同学上课 然后上课上一半 他觉得我讲的东西 按照他平时的授课方式 直接就把我当场打断 然后他自己讲一遍 再让我再去重复 再用讲一遍 就觉得第一是 我觉得我很没有面子 我在学生面前 好像让学生觉得 你这个老师 讲的这个东西 一定是有问题的 因为我在私下的时候 其实是已经跟他 就商量过了 就是他有什么问题的时候 我都给他提出来了 但是他可能 对我这个人 就已经有一定的人设了 他就觉得我爱管着他 就不听我的 他就偏按自己那一套 因为我觉得自己的 现在是他上课 还是你上课啊 就是他在上课的时候 他上课不就按 他的讲法讲吗 但是我当时 是负责了我的那个班级 就是每个老师 他都有负责自己的班级嘛 因为我们教的 学生的年龄 就是会比较的小一点 我会觉得 他讲的东西 会比较的笼统 就是我想的就是 更详细一点的去讲 就会让学生 更好的去理解 我自己下给他 提过很多字 他从来都不听 所以我没有办法 我就只能在上课的时候 给他这样打断 因为我觉得 作为一个老师 你就得要对自己的学生负责 你得 得了我也不跟你抬杠了 你怎么就能觉得 他对孩子 不负责任的对吧 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教学方式 我认为每一个人 对每一个人 这在学校都这样了 对 然后 这还是在上班情况 在下班情况 有时候家长难免的 时间来不及 给我打个电话说 说希望我能送一下孩子 到他的姥姥手里 或者爷爷奶奶手里 我想这很正常 也要为孩子的安全考虑 然后我就送 送的时候 来回十几分钟路程 我那天也恰恰忘记 带手机了 这可倒好 我赶忙跑回单位之后 我拿起手机 十多条微接电话 我给他打电话 他不接 关机 然后我就想赶紧往家跑 跑到家 敲了20分钟门 不给我开门 开门之后我进去 我和他说 他不相信我 直接拿起我手机 又把我手机甩了 我就觉得 他每次都用这种方式 对待我 其实这件事情 是我们俩之间的一个误会 就我当时 第一是 我根本不知道他 去送孩子去了 第二就是 我也不知道他没有带手机 他根本就当时 也没有给我解释这些 解释什么呀 十来分钟不接电话 就是 平常我们都是一起上下班 就这么多年 一直都是这么一起过来的 但是他偏偏那天 就非要这样子 我就觉得 你至少 你在我身上 就多花十秒钟 你打个字的时间 就说一下 我要去哪里哪里了 就是给我报备个平安也好 让我自己一个人回家 那他什么都不说 然后就这样走了 然后把我一个人放在那里 我当时真的觉得 就挺失望的 而且 在我们在谈恋爱的时候 他真的就是 刚开始真的对我特别好 就是什么事情都 想我想特别周到 都永远都是把我放在第一位 但谈了时间久了以后 他就把什么事情都是 把我放在第二位一样 就是我有的时候 会觉得我很委屈 理解理解 在家里在学校这些 他对外人他也这样 就 什么意思 他的这种 他对外人他也这样 就很控制的那种感觉 就有一次我们俩去吃饭 就类似约会嘛 吃饭中间 然后就会有吃完的空盘子 就服务员过来收 收的时候 他那个大盘子和小盘子 他收到回收车上 他落的方式 大小盘子收得有点乱 他就不高兴了 就和那个服务员就理论开 理论还不行 就直接就找到一家经理说 你这个服务员 你摆的东西 你应该这样摆 就很莫名其妙 但是就他说的这些 就是您听了 肯定会觉得 我怎么是这样一个人 但其实当时根本不是这样的 就当时是 他那个餐车推过来的时候 上面已经放了很多东西了 然后我们去的 可能就是一个 就稍微好一点的那种餐厅 然后我想的是 他这服务肯定也会比较周到 然后他收东西的时候 真的那个盘子都快掉下来了 我就跟他建议了一下 你这个盘子 你先收那边大的 再收这边小的嘛 这样的话 你这样真的掉下来的话 就是也是一个很 很好心的一个建议 但是你知道 那个服务员干嘛吗 他就这样撇了我一眼 然后就转身就走了 我当时觉得 其实就这顿饭吃的心里 也就觉得 就挺扫兴的 我就去找那个经理说了一声 他就会 就觉得这都是些小事 但他心里都记得这些事 我觉得信他为啥要这样想我 在这个问题 让我依依原来有个感觉了 就我觉得 还有啥 这是对外人 他对我朋友也一样 就我大学同学 大学室友嘛 过生日 而且我们很久没见 都已经就离开校园这么久 一块儿约了说 兄弟几个吃点饭 然后也给这个室友过生日 喝点酒 就说都不要带女朋友了 就大家一块放松一下 这可倒好 我回家和他说了一声 他说不行 你必须得带我去 如果说你不带我去 你也不能去 我就觉得 我实在没办法 我就想 他那个脾气上来 我也控制不住 我就想好吧 那我带你去 我硬着头皮 我带着去了 其实我就能感觉到 很多朋友在场面上 他还是给我一定面子 但是还是有点扫心 但去了之后 我就想你安安分分坐在一旁 你就吃饭就行了 他不 他就有点那种 喧宾夺主的感觉 就直接在那里说 这个菜我给你点 这个菜我要点 什么菜什么菜 他要点 然后我们喝酒 就喝啤酒或喝白酒 他也要管 喝多少他都要管 就大家一起过生日嘛 肯定要尽兴为主 他直接不行 我必须得管着你 这件事情 我就真的觉得 自己特别委屈 你想就是女孩子肯定 就是依赖男孩子 会更多一点 就是我那段时间 就是也没在一起多久 我觉得真的就是 时时刻刻都想 和他在一起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那家餐厅 我去过 我知道他们家 有什么好吃的 什么不好吃的 我就想的就是 你怎么知道 我爱不爱吃呢孩子 但是我就是想 替他们省心 我就觉得 我们男孩子开心就好了 我们不需要你省心 你不在我们最省心 你一来我们全闹心 你知道吗 你总是要以你的方式 你觉得你怎么 这孩子怎么 真是你 你听听男人的心声 就是大学同学毕业了 这个都说好 不带女朋友 过个生日自己嗨一下 您非要去 不是搅了局了吗 孩子 我知道 就是我觉得别人不理解 我就算了 但是他作为我的男朋友 他还不领我的情 还觉得 觉得是我都管闲事 但是我都是为了他好呀 不能总是拿着 你为我好 你举一个什么样的旗帜出来 你为我好我就什么都 听明白 对 见过你家人吗 见过啊 对家人怎么样 他对我父母也很好 我承认他很好 但是他有时候他那种好 让我就是后背一凉那种感觉 就有一次就我带他和我父母一块吃饭 聊聊的突然聊到保险了 他就一直问啊 叔叔阿姨有没有买什么保险 然后他就一直在说啊 买个保险吧 但我父母啊 年纪也就比较上来 就觉得这个东西 他就有点抵触 他就不认可 他就觉得啊 你这个东西 我身体健健康康 你没事给我买个这个 是什么意思 比较忌讳 对 很忌讳 然后父母都不同意了 就不说了 而且我当时也觉得 这事就过去了 但过了没俩礼拜 我爸妈很生气给我打电话 他说是 他带着一个保险员员上门 就直接说啊 叔叔阿姨 钱我给你俩掏了 就我给你们上了一份 寿险 十年期的寿险 我爸妈更生气 说你这个 你还没有说嫁过来 你就买这个东西 你这个寓意何为 就感觉就 本来就对这个东西 就很抵触很抵触 他还上这样的过程 中国有些人挺讲这个的 对 就特别讲究这个 但是主持人您知道就是 我不仅是买了寿险 我还买了医疗保险 我为什么会买这些保险 是因为我觉得就是 送一些其他东西 没有什么意思 我是真把他的父母 当做自己的父母了 我觉得我父母有了 他父母也得有 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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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没到那一步呢 孩子 对啊 那这个事之后呢 这个事之后 我就直接就和他说 咱们俩到此为止吧 你已经给我父母就是 虽然说见过很多面 但是 就是以此为分水岭了 就分手了是吧 我就直接就 我已经就是你的 我的生活 我的工作 我的朋友 你给我搞的现在一团糟 我觉得我 所有的一切都不顺心 但是我一点坏心 从来都没有吧 都是为了你好 我才会这样 如果不是为了你的 我怎么不去管别人 我怎么不去管路上的路上呢 你为什么总是 让一切都是你觉得 你觉得 就分手这么长时间 就好像就主持人您说 就回到刚开始一样 分了手这么长时间 他照样 在朋友圈在什么 这你说了 就发是你男朋友是吧 对啊 就是因为我舍不得他 我真的 对于我来说 情侣之间都会有摩擦 但是他就觉得他 能把这三年的感情 随随便也抛掉 但是我做不到呀 一个女孩子 她能有多少个三年 能有多少个这样的时光 我把我最好的日子 都给了你 但是你怎么就说 别别别别别别别 说不喜欢就不喜欢了 说分手就分手 但是我觉得 但他现在在单位里 还跟你联系吗 联系啊 就干什么 他就老给我发消息 但是我们俩工作之中 一起像教学生嘛 对对对 你不还在一起 避免不了要接触 避免不了有些孩子的情况 要沟通 但他就老是啊 我没有删他或怎么样 我就觉得工作 还是很重要的 要放在第一位 那他老见着这个 就说啊 你有没有吃饭 说我给你带这个饭 我把这个饭放桌子上了 那你吃吗 那我没有办法 你说放在那儿 不吃 你这就 我跟你说 如果说你前面还行的话 讲到这儿我觉得 臭小子 你这个圆形就壁漏了 你知道吧 是 你别吃啊 你扔他两回就好了 对不对 你要那么反感 那我也觉得很很就是 毕竟感情 还是还是有一定的 那还是有一定 怎么着啊 还想复合啊 我其实很想 因为我舍不得他呀 我要跟你说 你脾气不改 复合了又吹了怎么办呀 但是我觉得 我为了他我能够 你越界了 你别为了他 你越界了姑娘 好多事你做的都特别越界 你知道吗 他要改了 你还能接受他吗 我觉得第一就是 我感觉我自己 像带了一个紧箍兽一样 真的 就是 跟我说句实话 现在有没有喜欢的女生 现在我没有办法 进行新的生活 我就问你 有没有喜欢的女生 目前为止还没有 有没有女生喜欢你啊 我觉得 我觉得还是 还是有的 你得说清楚嘛 对不对 但是就是如果彻底摆脱了 她可能就会考虑 跟那个开始了 是吧 对 那个女生是什么样啊 聊聊呗 也没有说是 就那个女生是我觉得 她或许会喜欢我 但是我觉得我现在 理解 摆脱不了这种状况 我怎么去开始 我对谁都是 那这样到头来过 不是 那你就应该摆脱她 去追那个女生啊 她摆脱不了 就工作我现在都想着 所以你今天来的目的 是为了要彻底摆脱是吧 对 我彻底 我就想好好地想清楚 我这些年来 我很多东西我都欺压了 不是一点理想 那理解了 姑娘她没戏了 我觉得喜欢我的人也有 不是没有 但是我真的就觉得 这段感情我是真的放不下 我就觉得 不是人家放得下呀 但是如果她要放得下的话 她应该做得更绝一点 就干脆就辞职就好了 就不要和我有任何一点点的 不是 那为什么是她辞职呢 她觉得这工作挺好的呀 什么都你要给我安排好 你都给我安排好 那你可以为了忘记她 你辞职啊 可是我不想忘记她现在 我还忘不记她 对啊 所以你所有的事情的角度 都是你啊 没有别人哪 你永远都只想说 你为我好 而且她有一点就是 她从来都不愿意和我沟通 就是她都不愿意听我讲 我哪怕还给我解释自己的机会 不不不不 我跟你沟通一下姑娘行吗 我累了 我就把水杯放在那儿了 我一会儿还要起来拿来再喝一口 这放不放茶几有那么重要吗 因为我觉得我就有点洁癖 然后我就觉得 那水杯肯定会掉进去脏东西 那是你的问题呀 那你别摔我的水杯呀 可是我觉得就 她就不喜欢听我的 我为什么要听你的 你是人我也是人 我干嘛要听你的呀 我们俩谈恋爱了 但是不代表我就变成了 你就变成了我呀 孩子 行了你听听老师们怎么说吧 一起进入丘比特文卷 男生 分手以后虽然 还是有干扰 你是不是感觉自己 心情放松很多了 我觉得 就我想放松 但没有办法放松 还是没放松 就还是没有放松 没有这种解脱的感觉 没有 在一单位里 特别压抑 女生 你认为你是在管控她吗 我不认为我在管她 你不认为 你认为这是爱 对 但是你有没有感受到 你的这份爱 它承受不了 很简单 生活当中 连一个水杯都要按照你规定的位置去放 你以为这是汽车 要放到停车位啊 她不去绣电灯 你马上拉电闸 上课 你认为她讲的不好 就打断她 然后你自己去讲 难道你讲的就一定对吗 你难道不可以下课以后 两个人好好的交流沟通吗 买受险 你当然为老人好 但你已经看到老人不高兴了 你非还要去买 这引发一个问题 你认为一切都是为对方好 但是对方真的 就受到的是恐惧 你明白吗 恐惧的结果 她逃之夭夭了 女生 爱 是一种很愉悦的情感 双方两个人心心相应 那才是美好的 你这么认为 我爱了你三年 我们应该继续 但是人家已经 不但是抵触 我刚才讲是恐惧了 和你分手 这是他的权利啊 谢谢伯红兄 珊娜老师 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 为什么一年了还能 陷在她的这种纠缠当中 不能开始你自己的新生活 啊 男生 就是因为我俩 就是在一个单位 我好像就在一个单位 下了班之后 你没有自己的时间吗 是有自己的时间 但是她总是就是我 下班是下班 但我下班之后 我还要效果 你对她是不是还有感情啊 或者说对她有留恋 留恋于她的这种照顾也好 她这种对你依依不舍的感情也好 其实并不是 因为我也觉得 她和我在一起很长时间 其实我还是也很心疼她 我害怕她做出什么 什么样的行为来 所以我觉得 能和她有一定距离的地方 我就尽量保持到最大的距离 就像类似于她跟你说 给你带了一份饭 放到了桌上 这样的信息你会回吗 这样的信息我不会回 但是她会直接做 我即使拒绝了她 她也是放在那里 拒绝了饭你也吃了呀 给你买杯茶 买杯奶茶或者什么 你肯定都喝了 所以你也没有好好地拒绝她 所以说你开始不了你的新生活 我觉得有很大原因 对不起 对不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要求你所有的事情都按照他们的要求来 那他们就是在操控你的人生 如果你的闺蜜跟你讲 这个男生不可以要 这个裙子不可以穿 这个工作不可以做 他的所有的话都是以为你好的名义 要求你听他的 这个闺蜜也没办法教 那同样恋人也是一样的 你的出发点是好的 我相信他能感受得到 可是你所有的出发点是为了你 你自己哦 不是为了他 穿着好不好 是为了我有面子 而不是他有面子 我的男朋友这个水放在地上 是因为我觉得不舒服 所以所有的遗弃 也是在为你考虑 而不是为他考虑 这种关系就会变得很恶劣 而且还有一点女孩 你是一个23岁的女生 你不是一个23岁男生的管家 你管他那么多干嘛 好累啊 没意义 同样对男生来讲也是如此 如果你早就发现 在大学的时候你就发现 这个女生可能太有点强势了 太不舒服了 你可以告诉给他 如果实在不行 大学不是不可以分手的 没必要拖着耗着 而且你刚才有一点 沙拉老师也说了 那碗饭 你知道我想的更多是 他给你那碗饭 应该是他自己带的盒饭吧 你刚刚说是他自己做的 我就想问那饭盒你洗了吗 我估计没洗吧 吃完了就放在那 为啥呢 习惯他照顾了 要是你真的饭盒洗了 然后再给人家写一张 谢谢以后再也不要给我了 好歹你吃了 表示感谢了 你也回馈了 你绝对不会洗的 不要一边接受他 为你全心全意的服务 一边还抱怨他对你的管教 你没有抱怨生活当中 他把饭做好了 放在你面前让你吃 你也没有抱怨 说他把家里卫生打扫了 你都没有抱怨这些 那说明什么 说明你享受了 所以最后女孩就那句话 该分的时候就得分 在分手当中学会成长 而不要在分手当中 把自己的青春消耗 姑娘 你知道为什么你不能给人家父母买兽险吗 我就问你一个问题 我 人特好 我给你爸妈 安排养老院行吗 为啥不行啊 我好心呢 你会觉得你嫌弃他 买那个兽险也是同样的 就这意思 怎么着 我们活不过去 还要大病医疗 但是我真的确实是没有恶意的 我也没恶意吧 让你理解 就这意思 来听敏娜老师怎么说 我忘了问你们 两个人分手的时候 好好分了吗 其实他其实是想的就是 让我在分手以后 让我好好地考虑一下自己 但是我就是觉得 没有他 我就觉得 我很难受 对 你们没有坐下来好好分 你们没有说 我们这一桩感情就此结束了 我不喜欢你了 对 因为他不听我 他也不让我说 他也不跟我沟通 他有没有明确地告诉你 我们已经结束了 我不喜欢你了 我有明确地告诉他 我说咱们俩就分手吧 就我已经就很直白告诉他 是分手了还是分手吧 就分手吧 我说咱们俩就分手吧 对啊 你这是一个起始句 一个请求啊 我们分手吧 不 好了 你们就没有办法了 你要告诉他的是 你们已经继承事实的 我们分手了 我们分手了的意思就是 不要纠缠我 你有没有明确地告诉他 我不爱你了 我说了 我说我受不了他这种 对我的掌控与控制 你说的是 我受不了你对我的管束和控制 于是女生就会想 那我改型吗 或者你能理解理解我吗 你有没有明确地跟他说 我不爱你了 没有 这就是他为什么一直纠缠到现在的原因呢 你没有跟人家好好分手 你让他还一直以为你们处在一个 怎么说呢 恋爱将死 却又还没有死透的一个阶段 仿佛就像是那一个火苗一样 你再给他挑拨挑拨 再加一点风啊 再加点财 他又能找起来 如果你能跟他好好说 不是因为你管我 也不是因为你做的那些事我受不了 而是不知从哪天开始 我真的不爱你了 因为我不爱你了 所以你为我做的一二三四五 我看起来都多余 更何况你做的本来就多余 因为我不爱你了 所以你为我父母做的那些事情 我觉得非常可笑 而且你诅咒了我的父母 我觉得不开心 你买了保险付了第一年 接下来还得年年我爸妈逃吧 你是存心地跟卖保险的有关系 帮他拉业务吧 你完全可以这样明确地告诉他 我就是不爱你了 我不爱你的行为 我也不爱你这个人 做的任何事情 哪怕是再正确不过的事情 比如给我送一盒盒饭 我饿 但是是因为你送的 我就不能吃 因为我不爱你了 你只有这个样子 果断地拒绝他 告诉他在这一桩感情里头 休止符已经化了 他才有可能重新开始 否则他永远是一个 被你拖着的一个状态 就是 哎呀是因为我管你 你才不理我的 那我改改 我不管你了 是这样吗姑娘 但假如今天你知道 他其实早就不爱你了 你还会有勇气站在这吗 你还会好意思 在群里头替他签到 什么小李之道 小李收到 小刘收到 所以就这么简单 坦坦诚诚 大大方方地告诉他 不爱了就是不爱了 已经过了一年了 你不要再继续拖他拖下去 接下来时间嘛 真心六十秒嘛 大大方方地告诉他 你不爱了 这个事也就完美解决了 我想他不是一个 纠结纠缠的人 然后重新开始 你要知道 今天所有的老师 都告诉了你了 你再爱一个人 你不能越阻带跑 好了 我就说这么多了 好 谢谢敏娜老师 这个皆是一个残酷的真相 给这个女生 你失去了对彼此的尊重 失去了距离感 失去了分寸感 一段爱情就没了 这个实际上面 是你过度的这个方式 把她给逼走了 男生你不要一脸委屈 早说 早反抗 把话说清楚 别再肉肉糊糊的了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 虽然我知道你之前 做这些出发点 都是为我好 但是你的方式 让我太累了 你的那种控制欲 也让我太累了 这么久以来 我觉得我真的头上 好像一直戴着 颈鼓咒一样 我也真的太累了 哪怕你不说 你不爱我了 我自己先也很明白 很清楚了 从今天解释了这么多 来到了这里 你还是这样的 我自己也很清楚了 我自己也很清楚了 我觉得再这样下去 也挺没有意义了 我其实听完老师讲的 我心里真的觉得 很多事情都是我自己 在感动我自己 所以都没有必要了 就大家都就这样了 好 我真的挺伤心的 就怎么这男孩 就不像个男孩 你承担一点 有什么不行的 都到了这节骨眼儿 还把所有的责任 都推给了女孩 你就不能承担一句说 因为我不爱你了 我们要分开对不起 你现在等于让女孩 带了一身的伤 是一个否定的伤走嘛 你没那么糟糕啊 只是你对爱的理解 就是粘腻的 还是要分寸和距离的 加油姑娘 没问题 我对你真是失望透顶 谢谢两位请回吧 气死我了 开门 都不会出来 都不会出来